中广新闻网newsradio 最有趣 周日Mr.B 带您关心台湾脉动 每周日下午3点02分 跟着主持人郭志珍 您也是周日Mr.B 各位中广新闻网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回到节目中 我们继续访问到的是 康健杂志的记者 谢谢宜安小姐 你好宜安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好 好宜安 请问一下 当年你做了这个题目之后 你开始回过头 原来白米饭有这么多好处 你开始吃 可是在过去 你除了因为工作的关系 希望饮食让你更便利 所以你会选择一些面食类之外 你会不会自己本身也会有 担心到说吃太多白米饭 会让自己身体发胖的降疑虑 因为这个可能是很多年轻女孩子 最担忧的呢 会 会 好 那我们要来谈谈看 其实我们在上一段节目提到说 其实没那么严重 其实你只要正确的认知 米饭的价值 正确的适当的饮用 吃上的饮食就够了 也就不用担心会胖 那这个说归说 那到底 这样好了 正在减肥中的人 到底该怎么吃 才对 那就是说我们也不要偏食 说我都不敢吃 但是你说真的是毛起来吃白米饭 我想可能也是受不下来吧 对不对 对 好那到底 米饭来告诉我们 正在减肥的人 到底该怎么认识你 该怎么吃你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一般 可能一餐如果吃到一碗饭 这可能一般人OK 就是如果说你是有在运动的 然后你可能常常活动量比较大的 那这样吃其实还OK 但是如果是说你想你是要减重的人 那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 这次营养师有推荐的一个方式 是说你可以改变一下你吃东西的顺序 OK 对 就像是我们一餐当然是讲求均衡嘛 所以尽量是让你的这一餐里面 有饭啊 有肉 然后有蔬菜跟汤 对 那在吃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先选择吃蛋白之类的 是 比如说像是肉 蛋 豆腐这种 你可以先吃 那再来吃一点之后 然后你再喝汤 对 先喝汤 汤喝完之后你再吃蔬菜 对 因为这几种它的升糖指数都比较低 所以你一开始吃的时候不会觉得 就是你的整个好像血糖会很快的升上去 又很快的掉下来 OK 对 那当你最后再吃饭的时候 因为前面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 是是是 对 所以当你最后再摄取到饭的时候 其实你的量也不会吃到太多 了解 对 可是这样的吃法好像违反我们正常的吃饭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都要吃菜配饭 对 那个口感好像就是这个一口菜一口饭 这个合起来吃的感觉会比较美味一点 对 所以其实像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因为我自己也有稍微尝试过这个方式 那我发现有差是说当然我不用这么严格的是 好像要肉全部吃完了 然后才能再吃菜 然后最后才吃饭 就是我也会交替着吃 可是我第一口的顺序一定是先吃蛋白之类 然后再吃蔬菜 然后再吃饭 就是你可以嚼杂的 但是这样其实你稍微调整之后 我自己发现我的饭量真的减少 就是因为我已经吃了东西之后 最后我饭我其实吃不到一碗 了解了解了解 但是你又有摄取到 对 我都有摄取到 好 那我想这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 而且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去了解说 你可能在吃白米饭的过程里面 你稍微调整一下你过去习惯的饮用的方式 你甚至你就是把肉类先吃 然后依次蔬菜水果 或者说是肉类蔬菜汤 最后再吃白米饭 这样子吧 那刚刚我们来看到说 其实米有非常多 有白米 配芽米 糙米 发芽米 而且在这边我们还特别 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要特别留意 你在食用不同米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所谓的升糖指数 刚刚我们谈到的白米饭 它的升糖指数是属于偏高的 那如果是配芽米 就是比较好 就是比较升糖指数比较中间值 那中间值相对于就比较适合一般人 甚至就是糖尿病患者 可能也可以注意摄取的 但是属于比较升糖指数高的白米饭 那就比较不建议 那个糖尿病患者来食用 对不对 那它可能可以比较偏向去食用 比较像发芽米 发芽米好像升糖指数就比较低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 这样子从它的升糖指数来看 但是也有人说 那一般都说 现在很流行吃什么 糙米 五穀米 但是这个东西是人人都可以吃吗 有一种说法说 如果你的肠胃不好 就建议叫你不要去吃 五穀米或糙米是这样子吗 对 因为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像是糙米类 或者是说像是一些黑米啊 滋米啊 它就是 它一方面它的有膳食纤维比较高 那在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时候 它当你的肠胃本身不好的时候 对 你在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很容易脏气 很容易不舒服 对 所以其实如果想吃这一类的米饭的话 当然是很好 因为它的营养素是很多 但是一个注意的点就是说 你的肠胃的状况要先养好 对 就是当你的肠胃调理好之后 你再吃消化一定没有问题 但如果本身肠胃是比较弱的时候 那吃这些可能你的量就要减少 或甚至说先不要吃 等到养好了之后再吃 那像糖尿病患者的话 其实它白米饭是可以吃 但是它的量刚刚也是主持人讲 就是很关键 所以说这部分是医师是建议说 一定要跟医师啊 营养师资讯 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所以它要摄取 但是每个人摄取多少 还有它的那个 每一天它可以吃到多少 那就是必须要有营养师跟 医师这边来一起协助来判断 了解 好 那我们就要特别提到 糙米这个东西 又去提到说 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减肥 有减肥计划的人 那就建议你来吃糙米了 对不对 因为它毕竟 它有点像是 像是膳食纤维的那种感觉 对 对不对 因为它的纤维质比较高 让你有饱足感 然后也不会增加太多的 那种热量的负担 对 对 对 那这时候来吃糙米就最适合了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么多的米 在饮食上面 我们到底该如何挑对米 从挑米到料理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够把米的价值 这个营养价值保留住 然后又能够做出可口 营养的与米相关的食物呢 你有什么建议吗 宜安 像是其实因为生长在台湾 就是很幸福 因为我们一年到头 都可以吃到新米 就是很新鲜的米 对 那所以基本上在建议在挑选的时候 就是买新鲜的米为主 那你可以先判断说 它的米粒是不是完整的 对 然后没有碎屑 代表说它碾滋过程是没问题 所以如果碎米粒比较多 它的口感比较差 那再来就是颜色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说 它的颜色是不是比较晶莹 比较饱满 那如果有黑点的话 代表它可能就是放了比较久了 这种就建议 比较新鲜的米 其实你从米的外观可以看出的 它有点亮度对不对 对 就是好的米 其实如果去挑会发现说 它看起来就是比较经营体统 其实比较可惜 是现在人在买米的过程里面 不像早年 因为现在米都已经被包装成一包一包的 你只能从透过那个包装 透明的包装看到而已 像我们以前小时候买米 我们真的是拿着那个锅子 或提袋去打米 然后我们在现场 在那个干嘛点 是可以摸到米的本身的 如果你摸的我印象 你去摸 不要亮粉粉的 那个就比较不新鲜 它如果是这样子硬硬的 而且很圆润的 那就比较新鲜的 对不对 以前真的是挑米 可以现场去摸 真的是没有办法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诀窍没有 那再来就是买回家之后的保存也很重要 因为台湾比较湿 而且现在又要进入到夏天 是啦 对 所以就是尽量说 如果你不确定你放的地方 是不是比较干燥 比较阴凉的 那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保存 但是尽量就是说 你开封一个月之后 就把它吃完 对 不然还是会容易受草 或者是如果长了米虫 那也就不要吃 因为米虫它会有一些分泌物 它的污染米就尽量在使用 好 那在料理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有一个点 我自己这是学到的是说 其实你洗的那个过程还蛮重要 洗米过程 对 因为大家有一些人 就是像以前自己洗米的习惯 是说你要洗到 就是整个那个水 都已经是变透明的了 所以才觉得说 这样好像会洗干净 对 但是发现说 这样可能会洗太久 那洗太久的缺点 就是你可能会把 那些维生素啊 矿物质啊 全部都洗掉 它的营养价值都洗不见了 对 所以它洗的过程 主要是要洗掉 它的那个杂质 所以你大概洗一到两次 两分钟之内 把它洗完就可以 太好了 现在经过了三十三四十年 终于证明 我小时候偷懒是对的 小时候妈妈叫我洗蜜 我也就是 水龙都打开了 用小手上去捞 捞了两三下 倒完一次再冲一次 就结束了 有时候都会被妈妈骂 所以现在回过来 原来这是正确的 我至少把一些 营养价值都留下来了 对 因为你如果搓的力道太大 也会都流失 然后洗太久也会 然后因为像现在 我们也有很多家里 会有过滤水 那过滤水 它用来洗也不错 因为如果说是 自来水 它有加一些绿 所以它怕说 可能会破坏一些营养素 所以如果你是用家里的脑 你渗透过滤水 安来洗蜜 它口感会更好 我从你这次的报道里面 要看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 其实米还有一个好处 当然现在很多人喜欢吃面食 但是有些人会对 面粉里面的肤质过敏 对不对 但是米好像没有这种现象 是不是呢 对 因为好像没有听过有人 对米过敏 你可能只会听到说 有人对小麦大麦 就是可能吃面包 或是说吃面等等 它可能会不舒服 它会容易不舒服 对 但是米的话 其实它就没有 一方面没有这个问题 那二方面是说 因为台湾本身的气候环境 它比较不适合 就是产小麦 所以其实我们都必须要 从国外来进口 对 那进口的问题 就会是说 它可能就要放很多 为了保存 所以它要放一些 很多添加剂 那再来你从面粉 要变到面条的时候 就是这过程 你也需要加很多 什么乳化剂啊 是 是 是 就是无形中 太多添加剂在里面了 你会吃到很多的添加剂 就是它的一个缺点 那米的话 其实它从脱壳 一直到白米 它其实不用加东西的 是 是 的确 其实各位亲朋朋友 就当我们台湾的饮食习惯 受到改变 白米饭 慢慢的从我们的 主要的饮食中 退场的当下 其实各位亲朋朋友 你知道吗 其实在国外 正在流行吃米 对不对呢 好好意外 对 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很多国家 而且他们的这种 条例好好吃 那感觉真的很棒 原来欧美在流行吃 米奶 是不是 对 是不是我们像我们 所谓的传统的V-ling啊 有点不一样 我们的V-ling 好像是那种 就是米浆嘛 所以我们还会再加一些 什么花生 对 那他们的米奶 就比较单纯 就是米跟水 他把它打起来 然后他们可能会再加一些坚果 然后水果 就是国外饮食的 纯粹用米跟水 去打成姜 对 就像我们豆浆 是用黄豆 那他们的米奶 就是用米去磨 对 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说 肤质过敏 其实国外也很多 就是他有肤质过敏的问题 或者是说 他有乳糖不耐症 他不能喝牛奶 对 那这时候可是他们又想要摄取营养素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发现说 米是一个很好的来源 对 那很多像是吃素食的人 他不吃 不吃混的话 他其实米奶也是一个 他们很好的营养来源 所以他们这几年就是很 很风轻米奶 对 然后像豆浆啊 杏仁奶 在欧美 它是并称三大植物 OK 好 我看到你们还写了一个 一度人感冒都要来吃一碗的 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那个饭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好好吃的感觉 因为他们印度也是产米的地方 所以就是一样 就是生病的时候 我们会吃粥嘛 那他们就是会用 像他们很有名的一些香料 小茴香 月桂叶 洋葱 姜黄这些都很好 然后再加咸绿豆跟米 去熬粥 对那就是他们家 生病的时候 必备的疗愈料理 真的哦 很像我们的那个熬的那个米浆 上面那一层浆的一样道理 是不是 对对 OK 好 那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你应该最有印象的 应该就是韩国的那个所谓的糯米生鸡啊 对 就是把鸡里面塞了生条 然后跟糯米一起去炖 炖煮的那个鸡汤 哇 那个看起来就很补的样子 对 因为像糯米的话 它又称为浆米 然后它其实是病后产后调养 就是很爱用的一个米种 那它的好处是说 它在天气冷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发热 所以天冷的时候 其实像中医生 他们也会推荐说 吃点糯米 它可以取寒补气 那在韩国的话 因为他们冬天也是很冷的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一个 倒料理的方式 就是糯米生鸡汤 就把糯米放到鸡里面 然后一起炖 对 然后其实到当地吃的时候 它是可以强壮身体 然后滋养进步 没错 其实真的 吃米有这么多的好处 又好吃 对不对 好 其实不论是因为减肥的关系 还是因为饮食习惯的改变 各位听众朋友 如何做好 对我们自己日身营养的均衡的摄取 其实才是做好 你想要减重也好 你想要达到健康养生也好 那才是最正确的方法跟目的 好 各位亲友朋友 听完了今天的节目 希望大家都能够对米这样的一个 我们最常接触到的食材 有一个重新 而且是正确的认识 同时也希望能够邀请大家 重拾对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 最骄傲的农作物米有一个更广泛的食用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大家多吃米吧 当然这是均衡正确的摄取 都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绝对不要怕说因为吃了米饭就会发胖 不会的 好 那今天节目关系 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次 唐剑杂志的记者谢宜安小姐 谢谢你宜安 谢谢主持人 好 各位朋友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 我们将进行生活医疗大小时的健康单元